如果人家被子倒着活 体验一定很精彩 第一步就是死亡 然后把他抛在脑后 在进老院睁开眼 身体状况感觉一天比一天好 直到因为太健康 被踢出去了养老院 扔上养老金 然后就开始工作 第一天就各种能力Buff加持 看到的家人也越来越多 到40年后 已经非常年轻了 就可以去享受退休生活了 拿着赚到的钱去黄欢 喝酒 自情纵欲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后准备好 就可以上中学了 接着上小学 然后变成了一个孩子 无忧无虑的玩耍 肩上没有任何责任 不久变成了婴儿 最后带着对这个世界 不舍的哭声 在妈妈的怀抱里 结束了自己的一生